不出道就得回清华读研 这是综艺爱唱歌的大学生中选手的发言 巧了 九年前我听过一个更绝的 不出道就要去造飞机 结果人家最胡的时候都没回去造飞机 现在还在各大影视剧中客穿白月光 感慨啊 娱乐圈果真绚烂 吸引了这么多高学历者前赴后继的跳进来 不过网友对高学历进娱乐圈 这是可没什么好感 甚至有种逆反心理 大部分人觉得 这是在宣扬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 即读书不如当明星 那么娱乐圈真的不需要高学历者吗 这么说吧 混娱乐圈业务能力才是关键 唱歌跳舞的要有实力 演员要有阅历 别把观众当傻子就行 做到这一点 是不是高学历都没所谓 甚至没学历的都可以火得一塌糊涂 比如昨天在上海开演唱会的张云雷 小学四年纪就毕业了 再比如资源好到观众吐血的刘雨宁 绩效厨子出身 甚至咱们85花里的扛把子 赵丽颖也不过是中专毕业 而且高学历者在娱乐圈是有弊的 因为娱乐圈是靠攀关系看眼神的 有时候需要虚伪的玩点把戏 高学历的人不屑于做这些 还记得蓝台综艺送给观小彤的生日 惊吓惊喜吗 沈腾递给关小彤一个声称耗时五年价值上亿 且没有辈分的硬盘 然后故意让关小彤失手掉在地上 吓得关小彤当场崩溃 全场嘉宾有想呼沈腾的 有同情关小彤的 唯独陈独龄一眼识破 不屑地翻了白眼 作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电学院 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的高材生 你告诉他这么重要的东西 没有辈分 鬼信啊 可见进入娱乐圈 真不是太清醒的高学历的最佳选择 但明星他不是永远活在角色里 终是要面对大众的 业务能力只能带你出圈 没有文化却可以分分钟给你骂回老家 哪怕赵丽颖这样路人员极狠 还不是因为英文的口音被黑上了热搜 吓得品牌坊秒删了广告 再比如当年李健在节目上 让近东推荐几本最近再读的书 结果号称内娱老干部的近东 一本都没说出来 真学霸和伪人设高下利剑 所以高学历明星 虽然不一定有抗打的业务能力 但一定不会因为采访时 脑袋空空被说成绝望的文卯 在一定的程度上 把翻车的几率降到了最低 而且相对来说 高学历者的悟性都是不差的 他们也善于找学习方法 比如张灵鹤 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霸 演技不够 但人家会算 接的剧基本都是爆款 瞬间就带起了他的流量 再加上宁安如梦里 谢维纳天花板级别的封批人设 他想不火都难 而陈都灵用的就是提海战术了 先是拜师学艺 然后在被困恒电的那段日子里 疯狂串组 成为年度有效出演的第一人 据不完全统计 陈都灵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 一共在恒电拍摄了十四部影视剧 恒电最忙的台阶 陈都灵都走了三次 最后愣是靠着愈加细腻的演技 和狂刷的存在感 靠女配火出了圈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学历决定了进圈的下线 好的学历可能不是你混得好的条件 但一定是你混得不太差的原因 因此任何行业都需要高学历者 而且他们比普通人还多了一条退路 我们下期见